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16号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0点28分 有牙齿痛 然后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那个一潭水啊 好像是像内核啊 样子看起来有点内核 有点像内核 我要仔细辨认一下 我仔细辨认一下 有点像内核 这个场景有点像内核 有点像内核 有点像内核 但是这个是哪里呢 是我们那个外星人岛上面 岛上面有内核 岛上面有内核 而且挺它的一个内核 内核就是 哎呀 好多淡水啊 好多淡水 淡水之间很泡沫很泡沫 实际上在海里 实际上在海里 那个淡水之间很泡沫啊 而且 要需要更多的淡水的话 被脸给我们在天上转几下 都转几下就有了 你看有的人 我们经常看书上讲到 讲到一些人海上测试了 船测试以后 大船或者在一个漂流的小扒里面 干的就是没有水啊 实际上下面都是水啊 海水不能喝 不能喝啊 实际上哎呀 这种救援的事啊 如果让外星人去做 让肺力去做很容易的事啊 给他 最起码给他搞点水啊 捐点水啊 捐点水出来 捐点水出来 所以啊 从那个岛上的 因为肺力经常来啊 下来啊 下来啊 所以那个 降水量很多啊 一圈上一个就降水了 降水量很多 降水量很多 所以淡水之间很富 淡水之间很富 而不是像人家想象的 一个荒凉的 荒凉的一个岛上面 这位多的海水上面没淡水的话 也不行啊 但是这样很富富 但是这样很富富 而且 储存棺里也脏了 脏了很多之外 还有那个 内湖里边也有 所以啊 这个检测看上去啊 检测看上去 人家想不到是这个一个海岛 当然这个海岛也是挺大的了 所以人家也感觉不到是在 是在海边上的感觉上 感觉是在那个 内陆的一个什么地方 看上去 看上去那个景象有点像啊 看上去的景象有点像啊 好 再讲啊 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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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2 5